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啊 刚才我不应该说你帮我了 我没事 胡杨 都是我不好 今天比赛的时候不单害了你被人踩 还把房子给丢了 我还说那样的话让你生气 没关系啊 其实你说得也对 也许真的是我自己太自作多情了 不是 是我自己在那儿无理取闹 可能他们真的是因为工作给耽误了 头友 你真的是个好女孩 今天我背你的时候 突然想起你小学时候的样子 还挺好笑 其实 已经很久没有人背过我了 你知道吗 你今天背我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我爸 小时候 我经常把我爸当马骑 记得有一次 也是背着背着的时候 突然给半倒了 后来被我爸大骂了一顿 我 你 你干吗这样看着我啊 我警告你了 你千万不要爱上我 虽然我唐家私人见人爱 但是 我是一个有夫之妇 姐 你这刚正常没五分钟你又来 谁不正常 喂 喂 阿姨 你别送了 路上小心点 以后啊 经常过来玩啊 我会经常来的 你做的饭那么好吃 我会经常来蹭饭的 我会经常来蹭饭的 以后啊 让我们家萧綦经常请你过来 不用请 这就是我家 我会来气自如的 那阿姨我走了 你自己在家小心点啊 嗯 再见啊 别送我快回去吧 自己小心点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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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姨 你去了 不能跟餐警号单独拖酒 爹啊 怎么在那过夜 就算过夜了 也不能跟他同一家酒店 也不能跟他这样子 爹啊 不太不 � 我 59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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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潘总 昨天晚上那肖小姐你有见到她吗 她一大早离开了 在哪里 你也吃 佳思 来 景昊 你回来了 老公 你可算回来了 要不要工作这么辛苦啊 就是啊景昊 晚上打你电话呢也打不通 你就是不回来的话 也可以跟家人说一声啊 佳思等你等到大半夜呢 没事的嘛 景昊哥工作忙嘛 我可以理解的 我昨天在陪客户 一直忙到现在 老公 看你一脸疲惫的样子 昨天晚上一定很辛苦吧 现在赶快上楼洗个澡 一会儿我给你按摩按摩 按摩 对啊 我跟美容院的小姑娘学的 专门学会来伺候老公用的 特别专业 赶紧上楼吧 来 走了 小琪啊 你怎么了 妈 我没事儿 我想休息一会儿 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把门打开 让妈进去 我死有了 我死有了 我的小姑娘 回事 我去哪儿 没有 寂寞 在那儿 那儿 我去哪儿 你得一大早回来就在床上赖着 到底出什么事了 跟妈妈说说 我没事妈 就是太累了 我想休息会儿 妈这么多年也没听你说累过 要是真累啊 就休息会儿啊 别硬撑着 尤其是心里累 更应该放松一下 妈不希望你太过于劳心劳力 平安岂是福 只要你我母女平安度过这一生 就满足了 妈 我怎么能满足呢 你看我们现在 家不像家 人不像人 爱不敢爱 连恨都得掖着 这都是拜那个傅星函 女儿爸所赐 老天干吗不惩罚恶人 反倒要惩罚我们呢 这不公平 好孩子 妈 妈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造了很多罪 但是妈妈今天想跟你说 这家呀 跟人多人少没关系 最主要呢 是能让你在累的时候呀 回来睡个舒服的觉 这人呀 跟地位高低也没关系 最主要呀 是能跟着自己的心去做 这爱呀 跟得道和失去也没关系 最主要是你能自由自在地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恨呢 它不是复仇 妈妈希望你能从复仇中解脱出来 你真的就没有恨过他 你真的就没有恨过他 真的就放下仇恨了吗 小琪啊 你想一想 你恨的那些人 下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你不如多花一些心思 在那些爱你的人身上 放下仇恨 既为自由 自由一时福啊 妈 妈 来来来 起来 我给你按摩 来 不用了 佳思 我现在特别累 你让我睡会儿啊 来嘛 你工作那么辛苦 我新学的特别专业 来来来 起来 杨子 起来 我真的不用 佳思 你 你想去按摩就 给爸妈按摩去吧 我新学的专门伺候你 我真的不用 你手像尸体一样凉 你别问我 好不好 你快去给妈按摩去 好 潘静晤 起来 干吗呀 你给我起来 我不起来 我睡觉 这怎么回事 你看 我的晨夷 谁 谁的狗无言 什么狗无言 没问题是清楚 什么狗无言 这谁弄的 什么狗无言 我不知道 你放弃了我吧 我弄的 醒来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让我收下 睡醒来再出去拿你 说吧 老实交代 说话呀 儿子 你是不是在外边做傻事了 你快跟妈妈说 这是个误会 妈 都证据确凿了 你还替她说话 我不是替她说话 我是不想冤枉她 婚人 我不想说话了 说了你们也不信 我真是不小心蹭荡的 昨天晚上我在陪客户吃饭 其中有女人 吃完了我们就去跳舞了 至于是怎么弄上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佳思啊 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你是知道的 在外边陪客户喝酒 什么人都会异见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我觉得 还是应该相信她这一回 别再逼她了 潘景鹤 你看着我 你转过来看着我 你撒谎 你要是为心无愧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我知道 你和那个消息上床了 你瞒不了我的 我知道 现在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公司还要工作 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闹 贾瑟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举 免得他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萧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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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了 求求你別再打了 我認為 胡陽策劃的這個選題 非常有創意 瞄準個人行為 對企業行為的負面影響 警示企業家們 對社會的責任 這是一個具有高度 和深度的絕妙構想 但同時 問題的關鍵 是必須引爆個人行為的危害性 所以 我們必須抓細節 細節 決定這個主題的成敗 比如 趙還英事件 對其新進合作項目的衝擊 就是最好的證明 來 來 來 喂 喂什麼喂 有話快說 有皮快放 唐家司 你老公潘尼昂回來了嗎 關你什麼事 怎麼就不關我事呢 如果說你老公那支火車出軌的話 可是跑到我的軌道上來了 這種事警察不管 我可要管 你管 你怎麼管 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 你那不要臉的女朋友 和我不要臉的老公 昨天晚上已經在一張床上睡覺了 是她說的嗎 她親口招的嗎 她怎麼可能招呢 她和天底下的臭男人都一個德性 打死都不招的 她沒說是吧 是你瞎猜的是吧 你是豬腦啊 這種事情還用得著招嗎 偷信的男人 回身上下都有記號的 香水味 口紅印 我懶得跟你說 你要是不相信 去問你女朋友吧 喂 我會想要嗎 我問你 喂 晓晴 胡杨 你在忙吗 不忙 有事吗 没事 我就去看看你干嘛呢 咱们还是要回去 餐许怎么样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没有去付你的约吧 不不不 我就是想见见你 不不不 不不不 我就是想见见你 好吧 你订地方吧 好吧 你订地方吧 你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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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吧 其实 我知道你没来的原因 你昨晚跟潘景昊 对 我跟他在一块 一晚上都在一块 一晚上都在一块 你是想问我 有没有跟他上过床吧 没有没有 不是 当然不是 有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昨天跟潘景昊上床了 你在骗我 你在骗我 无论你接不接受 这都是事实 你疯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潘景昊是结过婚的人 他老婆 我知道 唐家司嘛 赵幻英 和唐正坤的女儿 你明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你还 你知不知道 你是在做小三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关你什么事 是 虽然小三被人鄙视 但还是有人去做 可我真的不想你也是 你知道吗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跟其他人就一样 你爱的吗 爱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爱情 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 为了钱呢 我需要 我需要 我真的不相信你是这种人 真的是我看侯爷 还是你本事如此 虎阳 可能两者都有吧 从我身上 你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美丽和纯洁 不是一个名词 这句话应该入学 红人往年度热辞 小姐是我一直没耳痛 你是不是一开始 就在利用我 你一开始 就对我没感觉 是啊 我一直在利用你 在一些女人眼里 男人只是他们利用的工具 亏你还是往上混的 你只是我尚未潘景昊的 一个感情工具而已 你的确是个好人 但你必须调整你的爱情观 算我看错你了 在我没有恨你之情 哪些人 你不想败 你说你不存在的 你不存在的 你们俩要不存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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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琪 对不起 我刚才态度不好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 虎阳 你是个好人 你该去找个好姑娘 找个单准的姑娘 正常的结婚生子 周末的时候 带孩子逛逛公园 聊聊天 我不适合你 不 小琪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得有苦衷 对不对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告诉我好不好 小琪 我不叫小琪 我叫 唐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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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唐佳思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唐枕坤就是我爸 赵婉宜 就是抢作我爸的小三 原来你那天让我拍宋又齐 最后却拍了赵婉宜 没错 我就是要拍赵婉宜 我在利用你 我要报仇 我就是要看到她身败名裂 我就是要让她尝尝看 被人抢走家庭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那你接近潘景浩也是为了 对 也是为了报仇 我就是要赵婉宜 对她曾经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唐佳思是你妹妹 她并没有做错事 你这样做只会伤害无辜 包括伤害你自己 你知道吗 我十几岁就要照顾这个家 我做错什么了 我弟弟呢 我弟弟又做错什么了 都说他们无辜 那我们呢 我弟弟就该死吗 谁要在乎我们无不无辜 你弟弟在 我弟弟死了 被赵婉宜害死的 我们将弄持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被赵婉宜害的 还有我妈 我妈眼睛下来也是被赵婉宜害的 赵婉宜害死了你弟弟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脑子好乱 唐佳思知道吗 他 他知道 他忙着做第三者的事吗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跟他妈妈简直是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其实 我觉得 唐佳思挺善良的 真的 我觉得他并不坏 只是有点小姐脾气 够了 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今天说这些 这是 只是 不想我和潘锦浩的事情 让你不明不白的 小姐 你能补报复吗 你不是坏人 真的 你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你该小个人 恋爱 结婚 生孩子 真的 我 我觉得 不管你最后选对象 是不是我都没关系 真的 没关系 我 我只是想要好好地生活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你还帮我当朋友的话 要不替我保密 要不 就去告诉唐佳思吧 让你学习 赵总 请您逼使一下 代仗 就去走 你先出去 好的 当朋友们就看对他 妈 怎么了 家思 潘景浩 潘景浩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说 景浩怎么了 潘景浩那真的出轨了 你怎么知道 是真的吗 还不是都怪你 你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不透心的男人吗 我早就说过 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逮到他们了吗 没有 那潘景浩承认了吗 他才不会承认哪 那你怎么知道他有外遇 他们一起出差 晚上都没有回来 这个出差一天没回来是很正常的 我还在他衬衣上发现了女人的唇印 他怎么说 他说是跟女客户跳舞不小心蹭上的 妈 他就当着我的面说瞎话 那也不能证明他和萧綦有什么问题啊 这还不能证明 那非得捉奸在床吗 谁会那么傻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就算他们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哭也没有用 你现在啊 就是要想办法把你的男人给夺回来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妈 那你帮我 我真的好喜欢几号 我不想失去他 我看这样吧 妈先去了解情况 然后再想办法帮你解决 嗯 看看你 平常那么要强 一有事就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你先回去 妈还有事要忙 这边已很乱 妈 走吧走吧 妈 妈 喂 没上班吗 我没有上班 在外面怎么办 哼 我在你家 我在你那个 瘫痪老爸的家 你不会让他一个人 演独角戏吧 好我马上过去 那边 没上班 你去吃 他 那个 你这样不累吗 你有什么事 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久也不跟我联系 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我也是在帮你 对不起啊 宋董 我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 你也知道 潘家人用人都是使劲用的 所以这段时间确实忙了点 没顾上跟你联系 对不起啊 好吧 那你现在适应得怎么样了 挺顺利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一些 重要的项目了 潘景昊呢 他上钩了没有 我听说他挺招女人喜欢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到最后你陷进去 陪了夫人又折兵他 宋董你放心 在我的心里 现在只有报仇 那些正常人想要的东西 早就被赵欢迎给摧毁了 怎么样 联络上下集了吗 真打呀 什么叫真打呀 你没打 潘总要是真想找到萧小姐的话 那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设置一个隐藏主机号码 或许你就能找到他 是不是潘景昊 如果是他就接吧 都到这个时候了 就别打退堂鼓了 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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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呀 喂 喂 小姐 什么事 昨天晚上你不辞而别 我今天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都没接 我担心死了 你以为我会怎么着 痛不欲生 还是追悔莫及呀 还是在绞尽脑汁 盘算利用这次业情敲诈一番 你大可放心 这只不过是 女人酒后失身的一粒罢了 现在我淡定如常 你没必要就见 你淡定 我却魂不附体 我不管你什么态度 我要见到你 你不是已经 花尽心死如愿以偿了吗 你见我 是想继续说好下去 还是想让我纠缠你 还是你执意要背叛你老婆 还是让我 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划越远 我没有你想那么复杂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见你 如果你拒绝 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找你 你可必告诉我 潘总经理 你准备为一夜情儿殉情啊 你可以试试看 本来我是受害者 结果反倒我来拯救你 晚上七点江边见 好的 不见不散 怎么样 满意了吗 都找你的要求去做了 下棋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好 现在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我和潘景昊也约好时间地点 我需要你帮我 帮我去通知汤家司 让他也过来 通知他 是啊 现在他和潘景昊正在闹矛盾 我觉得机会难得 我要让他亲眼看到 我和潘景昊在一起 好 我就按你说的去办 小棋 还有什么事吗 送给你的 是最新款的 看你喜不喜欢 不用了 我就算了 我觉得 未来应该会喜欢 我穿这件好看吗 小姐 你穿这件衣服特别好看 那我穿这个呢 漂亮吗 这件衣服颜色和您很搭 小姐你这是干吗 干吗 我漂亮 我哪儿漂亮 我连一个小三都不如 你们这种人 嘴里没有一句是真话 不就想让我买衣服吗 这件衣服我都买 小姐这件衣服很贵的 贵 我有钱 有的是钱 不就想让我买吗 我全买了 把衣服小伙扔了 快点